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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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座脚川五藏野博物馆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与其说它是一栋建筑 不如说它仿佛是一块因为地壳运动而隆起的巨型岩石 魏延吴先生希望 这座博物馆看似从地下升起 或是给人渗入地底的感觉 就像从远古时代起 就和地球融合在一起 两万片花岗岩 拼接成一片颜色深浅不一的灰 自然的馈赠 赋予了每一片花岗岩 不同的表情和色彩 无论是晴天还是阴天 在不同镜头角度 以及不同人的眼中 它呈现出不同的美感 整栋建筑是一座 一共五层的复合设施 图书馆 美术馆 博物馆 在这里被融为一体 小川集团作为日本最大的出版社 书籍是设施里的一大主题 在位于四楼的边际小镇 书街道内 一眼望去 各种品类繁多的书籍 被安置在错路有致的书架中 宛如一条书籍的街道 让爱书人真的可以留连在书籍的小镇上 联想是书街道的关键词 馆长松刚正刚先生 将这里的书籍分为九大文脉 通过头脑内的无限联想 来邂逅新的书籍 两万五千本图书 被分门别类 安放在魏延吴先生设计的交错书架上 你可以选择进步游览 也可以拿一本书精进品读 在这个空间里 书籍有了横向和纵向的脑内连接 迅速找到新的发现 沿着书街道向前 就抵达了博物馆最受欢迎的区域 书架剧场 高度约八公尺的书架 四面环绕 上面摆着超过两万本书籍 这仿佛无限延伸的书架 在视觉效果上十分震撼 甚至令人错觉 踏入魔幻界的图书馆 书架的高处 还收藏由脚川集团创始人 脚川袁毅先生的私人藏书 终于等到了书架剧场 最具特色的投影时间了 投影到书架上的光鱼影 令人们开启想象的世界 感受到与众不同的奇幻体验 好像书籍在人们大脑中 产生的复杂而又立体的空间展现 对书籍的热爱 贯穿了整个建筑 就算是台阶处 也令人惊喜地陈列着各种书籍 位于阁楼的阶梯空间 陈列着日本著名博物学家 荒与洪先生个人收集的三千本藏书 只要看一下这些珍贵藏书 就可以一窥荒与洪先生的世界观 但还有一个地方 可以更直观地了解 这位博物学家的脑中世界 荒与洪先生所兼修的这个空间 充满了特别的惊喜 仿佛走入了欧洲中世纪的秘密商店 从密宝、标本 到令人不可思议地收藏 每一个展品都毫无疑问地 引起了参观者的好奇 展品的种类繁多 都是荒与洪先生的藏品 在这里 没有人会探寻展品的来源 亦或真伪 因为人们在这里体会到了 自然的造化 万物的神奇 这也就足够了 在小川五藏野博物馆 除了固定的展览外 还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企画展 知识的传递可以有很多载体 除了书籍之外 具体的文物和影像 带给我们的更是不一样的体验 在一楼的这个空间里 举办的企画展 通过音声光影 配合食物的展示 令人们可以直观地看到 当时的风土、景色 穿越时间和空间的距离 感受那些古文明背后的无穷魅力 图坦卡门 是古埃及新国王时期 第十八王朝的一位法老 1922年 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先生 在一面风干的墙壁上 开了一个小洞 他顿时激动地不知如何表达 这就是戴着黄金面具的 这位埃及法老 图坦卡门王的陵墓 至此 这座封存了三千年的古墓 以及其中四千多件 豪华的陪葬品 终于得以呈现在世人面前 这个空间里的一百三十个展品 都是陵墓里发现的陪葬品的复制品 做工之精巧 令人叹为观止 无论是图坦卡门王的这些精致的光国 还是他的黄金车 黄金椅 浮雕壁画 抑或是这无与伦比的黄金面具 都比书籍更能具体而真实地感受到 他作为法老王 作为丈夫 作为战士的短暂人生 同时 从陪葬品中 更能了解到埃及人对生死的态度 即死亡并不是结束 而是准备迈向重生 进入来世的一个过渡阶段 如此遥远而古老的文明 陌生的神话 神奇的世界观 都在高科技的投影 以及用心的布景中 变得真切而迫近 可以说 传播知识的方式 从未像今天一样 变得如此多元而神奇 令人沉浸其中 放缺了现实 从第一本书籍的诞生 人们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对传播知识的努力 这座脚川武藏野博物馆 就是一座跨时代的新尝试 它的出现 让人们在文化传播领域 看到了更多元 更丰富的可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